不管你再怎么爱车 你绝对也受不了天大的代价 今天我们来看 有些品牌车子有够难养的 有人养车养13年花了钱算一算 可以买到两台新车 这个养车成本报表 可能未来不是个案了吗 还有车子去送修 花了钱遇到山寨零件 山寨零件有什么关系 真的有关系 我们今天来看实测 原厂件山寨件装上去 可能会要你命 同时今天有请警察大人献身 要来告诉我们 有些车款全台湾失窃率率 算一算是最高的 还有最容易被偷的地雷路段 又在哪里呢 更多的偷车暗黑手法 统统都在今天晚上梦场街 517号 欢迎观看 我是盈亭 最近好像民俗月快到了 所以很多车厂都在拼命的推 促销 所以新车的成交量 也一个一个的增加 但是我告诉大家 警察局的报案量也在增加吧 生什么事情呢 不要忘记之前台风很多地方 很多车子都在缺零件 小心你的爱车也会 扫掉红台位嘛 今天有请这方面的权威们 来跟我们分享 有请我们的热小好朋友们 有请林大伟 David Lynn 气急的达人庞德 还有气急的达人张乃婷 以及中古车达人小师 还有板桥正朝队队长雷子霞 观众朋友 小偷偷车 气贼就在你身边吗 小心 不过别怕 今天现场这几个都很会 破解他们的手法 张乃婷先生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好奇 最近真的好像很多车会失窃 哪些车是小偷 偷儿们的心头好勒 经过这一阵子有做一个调查 你知道吗 现在其实是一个6 7月开始 很多犯罪的行为 就会在这个时候开始 现在的时间正好是犯罪的热区 所以经过统计 我们这失窃率最高的 好死不死就是 Toyota 为什么呢 因为Toyota的销售量高 基本上它失窃率 既然它的销售量高分母大 所以它分子就大 所以这个很容易理解 第二名大家可能 比较难想象的到说 既然是马自达 但是我们知道马自达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喜好的车款 因为它年轻又动感 所以这种车很容易失窃 之前在新闻上可以常常看到 年轻人偷这车的原因是为什么 就跑出去玩 要摔摔一下 摔摔一下车子就丢了 它也不是要偷零件 也不是要拿去嚣张 就是要拿出去标一下 这个是比较一个特别的地方 三菱既然是排行第三名 那时候我们本来在猜 三菱大概会不会是货车 因为货车的电池场会被偷 就是零件会被偷 但是后来 经过小队长跟我们说了一下 他说不是 我告诉你 是私家车 私家车被偷 这时候我也要担心了 因为我家有一台老的 这个米兹比许的比较吉 大概现在已经15岁了 它有可能就是偷耳眼中的肥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米兹比许的车款 比较少一点 比较少之外 它的很多零件沿用到现在 是可以共用的 就是说你再怎么老 你的零件都还能用 抓到新的车上面还能用 还能用 就是说它在共用零件上 可以共通性很高 它不会经过很多大改款之后 就发现这个不能用 那个不能用 所以这时候 我要回去好好保护 我那台老的VILAGE 你不用担心你的车 有一个味道大家不敢上去 这个 那可不一定 我告诉你 结果大家都在想说 你这边讲的都是国产车 对不起 进口车也上榜 B&W 那时候我们在跟 还要第四名 对 我们在跟队长聊的时候说 B&W这么难偷的车 对啊 这车很难偷 虽然很复杂很难偷 但是这种车一偷就马上解体 追不回来了 追不回来了 所以这几款前四名来说的话 我跟你讲 什么车最难找回来 破案率最低的就是B&W 因为你找到的就是 像我前面这一块 就是已经被拆了一块一块了 你的车就是这样 那还附送一副手套这样子 所以你说这些车找回来是有机会 但是到B&W的话 因为大部分就是很快的解体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在这个品牌上 大家就知道说 每一台车会有不一样的 这个被偷的理由 所以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说 你的车是什么 你是不是要好好保管它 免得又被偷了 对 其实乃哥的车 因为我上过乃哥的车 乃哥的车就是因为工作车 他在上面抽烟吃东西 超猛猛的 我都想说 小偷也不会想去光顾 但是张乃婷的车真的被偷了 是零件被拆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晚 就是台风天 台风天隔天之后 我也想说 我停车那地方不错 应该不会是受灾呼 可是我去 还是对不起被树打到 所以玻璃破掉 结果我想说玻璃破掉了 怎么办 里面可能淹水什么的 就脑袋里 马上闪过的都是 这些要清洁车内的影像 然后马上就想到要找谁 要找庞德 要找小师 电话都准备了 结果一看不对 我的音响被偷了 我的音响那时候改装的 升级的音响6万多块 光主机而已 所以那时候一看到 怎么一个洞在那里的时候 我心就碎了 就也不管那个车位 有水什么都不管了 就想说这个到底怎么办 所以第一 这个车不偷也就算了 偷音响因为它试货 因为你偷车的话 台风天可能也麻烦 更好笑的是 在同一个时间点 我另外一个朋友 车子也被偷 可是他被偷的也是零件 你猜猜看是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车 什么零件 车牌 车子的车牌被偷 要命了 这好可怕 对 他只偷车牌 他不偷你的车 警察啦 偷车牌要干嘛 通常偷车牌都是要来犯案 因为他如果挂上别人的车牌 因为第一时间 这个车牌没有立刻输入 这个警用的系统 警察不知道这个车牌 是失窃车牌 所以他通常把这个 偷来 刚偷来的车牌 立刻挂到这个 他要作案的车辆上去 不论是去刑抢或是做其他的作案 方便他作案这样 这个反而比较危险 影响被偷 我还觉得安心一点 对 你说台风天车牌吹掉 前面掉或后面掉就算 因为他是同时两面不见 这百分之百就是被偷 这件事情反而是 对 那也是发生在台风天 刚刚队长也说了 台风天大部分 很多电路系统监视器也都坏掉 可能就是在那时候 有作案的这种犯案分子 所以车牌被偷 立刻要去报案 立刻 然后影响被偷的话 我们帮你追回来好不好 小失有办法 不要以为影响被偷就没事了 其实影响上面有一些密码 或者是说上面 其实有一些防盗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追回来的 但前提是影响是要原装的 原厂给的才有机会 如果原厂的影响 它上面都会贴上条码 那你只要用专门的 那个扫码机扫过 那就可以追 从原厂的资料追查到说 知道当初是卖给 哪一位消费者卖到哪里 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 是无所遁形的 但是我们担心的就是像刚刚乃哥 它里面如果都是改装的 那个是他自己加装的 自己加装 那个其实不见 基本上就是已经都嚣张掉了 你可能以为说那个失窃 真的车子是都被偷走的 其实不一定 我旁边身边我就遇过很多的例子 是其实他们是在框保险公司 怎么框呢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首先你要买这个车 你一定要挑 折让空间很大的车子 例如说有一些奥迪的 或者是一些欧系车 他可能他定价假设计在90万 那到折让促销的时候 你去买 你可能可以用70万就买到新车 对 好 那一般我们保这个失窃险 保险公司是赔这个九成 但是他是用90万 八折价嘛 对 他是用90万的九成下去算 也就是说你不见了会赔80万 是喔 好 9981嘛 那我可能赔到70万买 然后我车子马上不见了 我就倒赚10万 没有不能马上不见 他要先保失窃险 失窃险一次是一年份 你要你可以开 你可以爽大概快到一年的时候 你开始着手计划 某天我就看到 这个朋友怎么在清 这个车上的私人物品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没有 我这个车晚上就要不见了 我说晚上不见都可以预告这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已经私下跟这个解体的业者 都已经串通好了 我今天晚上我7点下班 我在8点之前我会到哪里 我会把我的车停在哪一个合体边 甚至在之前已经备用钥匙 交出来给这个集团了 他从容的东西收完之后 根本不是偷支直接开走 回家停好 所以我说很多监视器上看起来 为什么我们看那个新闻 怎么那么快门开了就走了 怎么技术这么好 其实我告诉你 那个很多都是已经有钥匙在手上 但是是你刻意给他的 或是他copy你的钥匙 那是不知道的 然后他还会规划路线 他们知道怎么样避开 摄影机多的地方 他会把路线规划好 好了 当晚开走以后 不好意思 当天晚上就解体了 这真的恐怖 隔天长车座起来 哇 我的车不见了 然后就去报案 好 之后他会得到 81万的理赔金 再来解体工厂 还会给他一些零件的补贴费用 天哪 所以他等于当初买已经是70几 然后他玩了一年之后 车子已经开了一年了 然后他还去拿80万 然后还有零件的补贴 对 小队打报案 所以这是真的有这样的状况 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个一个要去破坏 没错 是 真的有 对 这个例子在我们从业以来 其实身边都听过很多 那再来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以为现在很多的车 都是用免钥匙的晶片钥匙 那其实这个晶片钥匙 现在外部的业 因为我们二手车业者 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车买来了 车主说不好意思 我钥匙一支掉了 我剩一支 那下一个人跟我买的时候 我总不能跟他说我只有一支 有时候我们会帮客人做备份的动作 那我们打了电话他来 10分钟 20分钟 一支钥匙就出来了 brand new 新的钥匙 对 好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就是一个盲点 也遇过一些例子就是说 你车假设你送去做美容 或者是你请代客趴车 那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 你要留钥匙 那先生我要移车 那你车丢 我办完事我再来取车嘛 一小时两小时 其实非常足够的时间 让你来做 复制钥匙的动作 因为你刚说10分钟就能复制了嘛 对 你离开了一两个小时 他可以复制几十支都没问题 那他们这个业者就是挂钩 之前有新闻就是说 他是美容业者 那其实他后面是解体工厂 那他当然不会当下帮你偷 他已经帮你做好备份了之后 他伺机而动 他甚至他手上有一个名单 我有几年的什么车是什么颜色 可以让人家点菜 我都有钥匙在嘛 这都是我的客人 我都知道他们车在哪里 哪里出没 随时开车才知道 对 只要有人点菜 你的车可能就会消失不见 其实这个我有一个例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有个朋友买中古车 他就是小事说的 只有一把钥匙 他说没有关系 反正这台车大概 就是大概七八年了 可能转了两三手 扫一支钥匙好像也情有可原 他就想说我自己去配就好 结果他去配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他没办法配 那个配的就直接跟他讲说 你这台车已经配过十 十四次的钥匙 结果他就被锁住 你就没办法去copy他的那个码 也就是说这台车 已经被抠过十几支钥匙 抠到他的上限他不能再抠了 所以他就不能抠 他就只有一把钥匙 然后他就说有这种事情 那时候只是开玩笑说 你看我只有一把钥匙 因为不能再扣 我就说你赶快把车卖掉 因为哪一天被开走 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应该是有十四个人 有你这把钥匙 这个之前新闻是有的 就是我接下来就说 其实有时候 有些二手车业者 他在交给你的车的时候 就像刚刚乃哥讲的 只有一支钥匙 那其实他已经预备好了 那你当初买车的时候 你请这个车行委托 帮你办过户等等的 那其实你的柱子什么 都很清楚 所以说这个东西 他们会把这个钥匙 卖给集团 这个车地址在这边 他人家选车设 选车选到你的 你就被开走了 对 其实刚刚乃哥讲这个 是每个车款 尤其是比较高级的车 他原厂在设计的时候 就有一些所谓的钥匙的限制 这本来是一个服务 比如说这个车 我要开 太太要开 儿子要开 我们可能原厂的时候 就附给你三支是有效的钥匙 然后各种不同的设定 乃哥比较快 上去的时候椅子条比较后面 我每个高上去的时候 设定不同的位置 高级车的服务 对 就是一个是服务 另外一个就包括这个 所谓的防盗密码 一般这种防盗 一般来讲会有两组 一组就是说 就是一支对一支配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滚 每次发动的时候会滚一次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那今天如果说被人家复制怎么办呢 我刚才讲 就是说一般是服务四支 但如果说你要重复的话 可能有一些车 所以比如说上线九支或十支 坐满之后就没有了 对 那现在如果说 刚才乃哥讲到的例子 你这最后一支 不能再复制了 如果说你车有这种功能的话 你可以去找一些 我强调不是每一间钥匙店 都有办法处理这种事情 有一些呢 他们可能有一些破解 或骇客比较厉害的 他可以帮助你呢 把前面九支已经被复制过的 做个cancel的动作 真的吗 但是那当然你就变成 你这台车永远就只有这一支 是有效钥匙了 但我想不是每一个车款都有 但有些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的 不一定要赶快卖掉 你问问看这个车款 有没有办法把前面全部作废 对 那甚至我还遇过一个车 当然因为它车很贵 所以它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我刚才讲 所谓的九支或十支 就是在你原厂那一个 所谓的汽车控制电脑 跟防盗电脑做匹配 我今天如果说 我这个车没关系 我很爱它 我想让它恢复十支 你就电脑跟钥匙控制模组 就换新的 换新的时候重新renew一次 让你这个车又重新活了起来 但当然需要花成本 不过我刚才一直听大家在讲 就是关于复制钥匙 大家听得好害怕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 全都这么容易 我们知道最早期就是 所谓这个尺条 这大家都没有问题 就是发进去 对那再来就开始出现 所谓的晶片钥匙 就除了尺条插进去之外 这个钥匙插进去的时候 一方面尺条要合 二方面你看 这个黑黑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接收线圈 就把密码读进去之后 就可以决定是不是给发动 但是这个太简单了 就像刚才我们小师兄讲的 你可能钥匙 不要说留在那边洗车 可能给啪车小弟啪 两分钟回来 如果他是有心的话 就被他复制走了 因为他只要拿到你的钥匙 光钥匙 他这个scanner一读 他就钥匙还你 读完之后他拿去做复制 那才没几分钟 对当我强调 这是大概十年前以前的 所谓的晶片钥匙 所以你车十年以前 就有可能是这样 但后来发展成说 太容易了嘛 所以要有滚马的机制 你除了钥匙要copy之外 你还必须把车上的那一颗 防到模组 一方讲解码器 钥匙加解码器 这两颗都要在 我想小师兄应该很清楚 有时候他会问说 你要复制了 几年份的 然后新的话说 不行喔 你要把解码盒 或你车开来跟钥匙 我才能做copy的动作 所以你要想 如果说你今天车 是十年内 比较新的这种 所谓的晶片钥匙车的话 你的车就必须要 有时间让他做运作 他可能这个东西 通常没那么好拆 通常就让我们驾驶座 底下要拆一些内装板 拆完之后呢 把这个盒子再做一些剪线 把它拔下来 去做复制的动作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 车子长时间留在汽车美容店 被有心的车或是车行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危险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了解一下 你的车的一个年份 也不用太过恐慌了 对 那如果是要用到 那一个的话 你给他一两个小时 其实时间也是够的 对啦 就一两个小时就够了 车子不要离开自己太久 对不对 那车身上面 有很多的这一个零件 它也是有它自己的 身份证号秒 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对呢 其实它这个 现在他们现在有用一个技术 叫做有几种 一种叫做微粒晶片 微粒晶片 微粒晶片是有点 类似像喷气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肉眼是看不到 对 它用它那个专业的器具一扫 就像条码一样 这个车的身份证就在上面 对 那其实这些 现在的车身条码也好 微粒晶片也好 这个就是微粒晶片 对 我这样子一扫过去 就可以看到 对 它这个UV的 它里面的条码 就一扫就会出来 对 对 我们放大以后是很多 很细小的一个数字 细细秘密密 对 那其实这个东西 是在增加小偷嚣张的困难 就跟我们很多机车上面 会绕上车身号码是一样的 那事实上如果说 它已经预计好了 我要借尸黄魂 或者是说 我只是要偷窃上面 我必要的零件来转卖的话 事实上不太能够 喝止失窃的几率 对 因为它东西去了变卖 拆解了 装到另外一个车上 我们温队长就知道 他不会没事 警察在路上拿那个 紫外线上面烧 没办法啦 没办法对不对 对 而且都藏在内部 你从外面也是扫不到的 所以通常都是有人要去报案 或发生什么样的 案件的时候 刚好车子来 一早发现 哇 这个车是长车 对 那个时候才会发现 才抓得到 对 如果嚣张出去 还在路上使用 基本上不太会被抓到 对 这就要请教一下队长了 队长我们请出来 因为其实刚刚队长 又跟我们分享 加了微粒晶片之后 确实小偷比较 比较不好偷 那嚣张也比较麻烦 但我们要了解 你的车子停在外面的 什么时间点是最容易被偷 这是有统计资料出来的 有的 其实我们警方有分析过 这个三大特征 像是最容易被偷车的时间点 还有它的地雷区 所谓地雷区就是 比较容易被召窃的位置 另外还有车铃 从时间上来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晚上时间 大家都在睡觉 这小偷也是最容易偷车的时间 然后这个地雷区的话 大家也知道说 堤防 河堤 还有这个山区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共同特征就是 距离这个车主比较远 因为一般来说 车主就是没有停车场 他才会把车子停到这个 河堤 输虹道 还有这个山区的路段 然后他停了以后 可能是走路回家 或是骑脚踏车回去 然后虽然说车上有装防盗器 可是等防盗器叫的时候 这个车主要赶回去现场 这个车子可能早就被偷走了 然后另外在车铃的部分 我们有分析 这个11年以上的车 是招借机率最高 大家想想看 你这个刚买来的车 你可能会每天的照顾 擦拭 甚至装防盗器 装各式各样的防盗器 但是车子一旦久了以后 可能就会想说 算了 这个稍微有碰撞到 都没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这样 11年以上的车 一般来说 民众可能就是疏于照顾 防盗器可能也想说不用装了 或是怎么样了 所以说 11年以后的车 这个歹徒最容易下手 比较好偷啦 然后这种偷车的机会 巡货机会也高 原因是因为 这种车本身价值已经不高了 但是小偷偷来以后 都是代步使用 它可能是偷来说 比如说作案用 偷一偷就把没油 就把它丢到路旁去 所以说11年以上的车 巡货率也高 然后第二个是 刚买来的新车 刚买来新车 这个破货率 对我们警方来说是相对比较低 因为新车的零件 经常被利用戒丝还魂 或是套装的方式 整个这样嚣张到国外去 所以刚买来的新车 很容易被抬吧 所以这个巡货的机率也不高 所以我们分析说 这两种被偷的机率是最高的 对 我们从刚刚那样的分析 都想说 现在歹徒都是高科技分子很厉害 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的 但是骑着U-Pike 就跑去偷车了 这个案例说起来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一般人认为说 小偷偷车大部分都是以车偷车 就是说开着一辆车 再去偷另外一辆车 可是这件案例 这个小偷相当有趣 他竟然是骑着U-Pike 骑着U-Pike到辖区里面 我们辖区里面 到里长办公室里面去大搬家 然后他搬完以后 顺便把里长外面的一部小货车 装了这些满车的账物以后 就整个开走 他重点不是偷车 他是偷账物 然后没有车 顺便把这个东西载走 然后去变卖 然后后来我们找到这部车以后 钓越监视器发现说 他曾经在偷车之前 还跑到这个巷弄里面去变装 甚至骑着U-Pike 然后我们就去 马上去调这U-Pike的租借使用记录 因为大家都知道 骑U-Pike很多人都会刷这个悠有卡 然后调出来说 这个歹徒是住在我们隔壁辖区 我们就很高兴就上门去找人 没想到我们找到这个人 他本身在开铁工厂 他说他上个礼拜 这个家里面才遭闯空门 他的悠有卡也被小偷偷走 原来是小偷把他的悠有卡拿去租U-Pike 然后去偷别离长办公室 那我这悠有卡掉我也要小心 是 然后最令这个老板觉得心安的是 因为我们调出监视器来看 发现说 这小偷偷了他家里面的东西以后 甚至把他桌上的这个B&W的遥控器 拿了以后到巷子里面 这样一路走一路测试 就是从监视器看到 他就是到处测 到底这个钥匙也开哪一台 还好那天晚上这个老板他的车没有停在他工厂外面 所以说这个车就没有被偷 后来我们顺利打到这个小偷以后 他还想说 他这个因为就是缺钱 所以才会想要偷车这样 我们刚刚有讲到 乃哥的朋友是车牌被偷 这件事是很严重的事情 车牌就要请你马上去报案 一定要报案 他因为刚出狱 因为吸毒开销大 所以他到处偷车来卖车 然后这个他偷车行为模式 他都会先去偷一台作案的车辆 就当成先锋部队 这就是古代的伺候一样 就是侦察兵的意思 然后他把这台车 开到大街小巷区 寻找他下一步要偷的车 然后因为他因为要钻巷弄 随时可能遇到我们警方拦查 所以说他选这辆侦察车 他就选这个比较轻便好钻的 他是用马三的白色马三 当成先锋部队 然后我们后来就因为他到处偷车 大概偷了五辆车以后 我们调一间司机看每一次现场 被偷的现场周遭 都会出现这辆马三 于是我们比对车牌 可是每一次车牌都不一样 才知道原来就是 可能有一面车牌有可能是乃哥 乃哥朋友贡献的 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说 虽然车牌不一样 他的车型啊 甚至这个开车的模式 都很相同 于是我们就锁定 所以我们抓到他的时候 你猜是在哪边 他竟然是在海边 然后我们发现在坐完车辆以后 他躺在驾驶座 因为他已经吸毒了 在那边睡觉 然后我们就不费摧毁之力 把他逮捕了这样 一口气轻了五台车 对 可是也让你们中间的盘查过程 还有这个调查过程很难耶 因为在侦办这种汽车弃案 最困难的点就是调阅监视器 因为他这个行踪飘忽不定 所以我们要锁定他这个作案经过 都非常的艰辛 必须要调阅很多的监视器 好 谢谢队长 那我们当然就要做好防盗 防盗要怎么做呢 其实有些给息真的可以帮助到我们 有些东西真的有用 对不对 庞德哥 是 那当然 我刚才前面提到 我们就看一下 你们看看好 防盗的格式 来来来 高扎其中我们加一个防盗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很够了 但其实现在太容易破解了 其实我刚才跟大卉兄还在聊 就是说我们讲说 原厂的防盗应该最厉害 一般原厂的最好 但我说实在的 原厂这种所谓的防盗晶片 如果说你有妥善的使用 所谓妥善就是说 我看刚才前面讲的 要是不要交给陌生人 不要长时间留在某处 尤其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 或者说你怀疑它怪怪那一些部分的 一个有心的美容叶子 或者二手车行 这地方要避免之外 自己在使用的时候 尤其现在都是这种所谓Keyless 我刚才给各位示范这种旧型的 这钥匙可能要插到原来的钥匙孔 有钥匙孔 对 我刚才讲齿条 那里面我已经分解了给大家看了 其实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IC 挖出来就是这样的IC 它这一个里面挖出来 就有一个小小的晶片 是 那这个IC 如果说我们观众有做电子 也就知道这个叫ePro 就是一个IC就对了 像连电台积电做那种类似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到光华商 买一个大概七八百块的copy机 它就能够完全 它只要用你这个东西 它就给copy一颗 copy十颗一百颗都没有问题 然后装回你的钥匙之后 就是在这里面 对 装回去 对 这是分解 空的然后装回去 是 它就可以 插进去 对 但是呢 轻轻松松转开 是 但这种钥匙就是 它一定要插到钥匙孔 被这个天线读取之后才会有效 但是我们想 现在呢 不要说进口车 国产车都一样 很酷 你放到包包里面 放口袋里 然后靠近它就自己解锁了 大概是0.8米 或1米 有些车子不太一样 你靠近之后呢 车子就可以读两个东西 因为传统钥匙呢 是我们知道 你如果要按的话 啾啾 对不对 是按那个unlock跟lock 但是跟车子是否能发动是无关的 那你上车之后呢 如果插钥匙的话 才会读所谓的 引擎的防盗晶片 但是所谓的keyless出现之后 你只要进到0.8米 这个钥匙就是所谓被解毒状态 对 车子就认知主人来了 是 它读你的时候呢 一方面读到unlock跟lock 二方面呢 引擎的晶片 这个时候同时可能也被读取 所以我们看有些电影里面 有没有 路人这样经过你走过去 他当然有做一些后置的画面 一下就读去了 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真的 这是可能 因为你的钥匙跟以前传统 我们说传统好落伍喔 落伍其实相对有时候比较安全 但是我刚才一直强调 我再怎么多防盗晶片 我还是要锁拐盪锁 很丑丑的拐盪锁 说实在那个真的是最有 因为转半天 总用 你要把它解开很难 你懒嘛 要keyless 很酷嘛 对不对 但是只要进0.8米的时候 如果有心人的话 它从旁边经过 就可以被读过去了 所以我会觉得 今天如果说你的车 有这种原厂防盗晶片等等 第一个使用要注意 第二个呢 我甚至听到一些业界的朋友 在讲 就是说哎呀 你们不要傻了啦 什么旁德每次讲 什么淘宝网改变一切 你很外行啦 我说真的吗 为什么说我很外行 对不对 因为常常电视在讲 这个切套集团 花了什么数十万 数百万买仪器 然后旁德我讲的 我说淘宝网 几千块就买到仪器 结果那朋友跟我讲 但他讲是不是一定对 但我觉得理论上讲得通 他说就像类似之前 有时候什么 国际切套集团 来台湾ATM就可以 钱零走一样啊 他说其实你说 不管BNW 賓士 车厂 他车上这些 不管电脑模组啦 防盗模组 都不是他自己做的嘛 都是背后某些 很大的OEM厂做的 对 他说呢 据他的了解 他说很多那些有心的 跨国的大集团 十年前 二十年前 就养工程师 就养在这些大公司里面 无间道 对 是有没有那么可怕 这是一个说法 我强调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 对我们也不敢讲 只是说 如果这些东西你相信的话 你就要知道说 除了这些原厂钥匙 你真的加装加其他配备 是有必要的 是 要不要照我朋友讲的 那个淘宝王那些 买到机器 只是说呢 他们也得到当时 十年前二十年代 工程师 在这些OEM厂 埋下的后门 他们取得了 要不然的话 其实这些原厂也很烦恼 对 我刚才讲的 又一对一的马 又每次按的时候滚马 怎么有这么容易被copy呢 那也不排除说 后面是否有一些后台硬存在 对 所以我觉得再多的这些锁 像我们大为兄刚才讲 那一招真的很棒 因为我们知道 就算说你这个Keylis 我们可以看 翻过来看 在后面 Keylis很多人一辈子 不会打开来看 你真的打开来看 你会发现 它其实还是有尺条 还是有尺条 那依照我们大为兄的 强烈建议的话呢 除了上车感应之外 这个尺条 再插到门锁 第一段 第二段 咔 机械锁 锁定之后呢 它才会放弃的走 所以不要去偷大为兄的车 它的车一定很难偷 很难偷 但它的车里面 绝对没有怪味道 大为哥比较爱干净 可是我真的强烈告诉他 因为我们今天这几个 都是摩人等级 他跟我们分享 那中古车商不敢说的秘密 就在接下来了 因为很多人都说 我零件被偷了 赶快找人来修 其实你的零件 有可能你买回来 是自己的零件 真的有这种事情 这个我有讨论过说 到底可不可以分享 好危险 我每次来你们这边都要 我们现在现场有警察 都要做一些危险的事情这样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也刚刚在讲 其实偷零件 他们地下经济有一句话 市场是创造出来的 对 它要创造出这个市场来 就像我们某个时期 比如说亨达的雅哥的车系 CRV的车系 或者是这个Toyota的 尤其Toyota有一阵子很风险 对 视听那个影音系统的音响被 被拔走 那个很快 那个玻璃敲破 引擎盖拉开 断电 开门 到专用的工具插下去 抽出来 线剪断就走了 很快 这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一分钟喔 对 我上次在路上 看过那个WISH的车 当时旁边贴了一张 玻璃上贴了一张A4的纸 本车已经没有视听音响 请不要再敲我的玻璃 所以你就知道有多猖狂 那那个原厂 当时回去 你要去换一台这个影音系统 报价8万多块 但是你如果 在外面找这个 嚣张的这个 人家所谓的中古货 他们都讲好听 中古货 大概只要2万块钱的价 有差这么多 你看看 所以他们要 集中同一款车的某一样零件 然后来创造这个市场的需求 他自己创造 自己销售这样 也就是他拔走你的零件 等你来找 我们不要有前面提到说 你这个影响是原厂 或者是副厂的 常常这种原厂影响 因为现在功能越来越多 像刚才小师兄讲的 我们8万还是Toyota而已 那进口才得 那几十万是常听说的 现在问题是说 你今天这一台被偷走之后 你说那我就顶多保险 赔我买一颗新的回来就好了 但是常常问题可能不是这样 第二个你可能没有保险 第二个就是说 你发现买一颗新的回来之后 比如说15万你买来 可能还要花3万的设定费 你说 为什么还要花3万的设定费 干嘛 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的BUS 就跟公司的BUS一样 那BUS系统 就是全车的所有的模组 哪怕我刚才讲的什么防盗 这个引擎 或变速箱 或中控锁 甚至灯光模组 所有的模组 都透过BUS系统全部连线 那我们刚才讲说 有中古的嘛 创造市场嘛 对不对 好 买一颗中古的来 这个时候你找正规的电脑 它还没办法 你这已经被写过 我没有办法去overwrite 是 你还要透过 可能小诗一定有这方面管道 你可能不方便承认 一定有一些 外面有一些比较厉害害客 好 15万嘛 旧的买来一颗5万 然后你付我1万就好 我可以把里面overwrite 盖过去再写成你的嘛 OK 好 这样就要了解 那第三种我想就是小诗兄 准备要讲的啦 就是说 好嘛 你这个在三重什么路几号 前面被偷的嘛 对 那有规模都是已经 早就地址都写好了 然后就 就规见档案规见好 我们以前就发生过啊 客人就打来 他说他车怎样被偷了 我们就问到我们上游厂商 说我们要找什么什么的中古件 音响有没有 他说 详细的时间地址要给我 我说为什么要问这个 没有在看车型的 看地点 就要去match 他说我来替你处理看 他也不会跟我讲上游是谁 那问到那一个对的人的话 他说好 我可以就直接把那一台零件 我直接就运来给你 那个号码本来就是你的嘛 就是抽到就是你的零件 再迈回去给你嘛 我刚才前面讲的 新车要coding 旧车要overwrite 那你的就不用啊 一来一插BingoOK了嘛 你自己的就打开就好啊 是 所以小诗兄 然后车主还不知道 车主还想说 谢天谢地 我本来要花8万 现在2万就搞定了 对 所以这个市场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真的真的满可恶的 所以像旁的兄刚刚讲 我补充一下 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Toyota这个试听设备 其实拿到手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把里面的code 都已经消除掉了 也就是说它已经变成说 我这个机器是装在哪一台的车上 都可以用了 他们那个很专业的 这已经都有这样的经济规矩 它已经慢慢破解好了 所以你也不用去再重新设定 你买来插上去就是OK的 吓死了 好 那刚刚庞德兄讲的 就是我遇到周边 我老婆的朋友的 同学的妈妈的故事 你签得好远 有一天 是承认是本人比较快一点 我还是远一点比较安全 对 今天现场有队长在 那那个 他就某一天就打电话来 就说我有一台这个冰式的要估 二手车嘛 我说OK 那在哪里我过去帮您看 他说车在原厂 我说他怎么会在原厂 是保养 他说没有我东西都被拆了这样 后来我现场就去了解了 那天他去打麻将很开心 赢了三万块下来 一看到车 哇 空了 那他们一定会偷一些 小 然后又值钱的东西 就刚刚庞德兄讲的一些 车身的控制模组 ABS的电脑 气囊的电脑 行车的电脑等等 那回原厂报价说要四十几万 那他们会挑 这个车残值剩下大约80万的时候 那你要修到一半价格的时候 车主就会犹豫了 对 那我们要估他这个车 那我中午车上要跟他雇 他又空空的 我当然要想办法说 那我要怎么修 因为在原厂修 我们一定不划算 我等于几乎就买个空壳的感觉 第一次遇到 我就开始电话到处修理厂问 对 问到了一个修理厂的朋友 他说 你车号几号 我就告诉他车号几号 他说好 你等我一下 挂了 过三分钟电话来了 你去看一下 右前窗户的水切 就是玻璃窗户有一根四条 是不是被折一半 我跑去看 真的折一半 座几号 座几号 我说对折一半 他说这样对了 修好15万 本来要花40 现在15 这是行情 他说这是行情 我越想越奇怪 原来我后来这个车 因为我这个正义敢使然 所以我没有跟他交易 但是后来 我有去做侧面的了解 他是怎么样 他们这个集团已经 像刚刚旁边的一包一包 都已经把你整理好 上面车号写好 做了什么记号 他就等着在那边 人家来点菜 等着你来点菜 然后他告诉你说 我有做记号就是什么 去信于你 确实东西在我这 我不是乱讲 这个东西确实就在我这边 然后这个就会变成 有一些二手车商 他们利润的来源 怎么说 消费者找不到这个管道 那他车估出来 80万的车 你这要修40 我修40 那我跟你买40 对嘛 因为你要让我回来修40万 我要把这些东西修好 才能卖 好啦 他40万买到了 去找这个15万的零件修好了 他成本变成多少 55万 80万 价值80万的车 他55万就到手了 可是他的五脏六腑全部不见 其实都已经全部装回来 而且是原本的 原本 原本 就是原本那台车的残值80万 照理说你卖 就可能可以卖到80 那后来我知道 他这个其实10万块 是从最上游到修理厂 那这个5万块是修理厂 帮你复原要的仲介 跟工钱的费用 Oh my God 所以以后车子要去修 只要报车号就好 警察 有话要说 我再补充一下 小师哥说的这个 确实有这件事 因为这个 台湾的借车集团 他们彼此 北部中部或是东部西部 都有彼此在串联 比如说他如果缺什么某个零件的话 这个南部的借车集团 他缺某个零件 他就跟北部调货 然后彼此在那边流通这个账物 所以说要追查的话 必须要有一套这个系统 因此说 我们之前这个中南部有一个 单位有抓过一个窃车贼 他很嚣张 他曾经呛过警察的句话说 这个你车停在路上 超过4小时 不是你的 是大家的 敢这样呛 对这个窃车集团真的很嚣张 所以说这个 刚刚小师哥讲的这个 确实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看真的是太嚣张了 还好那次 可能是你最后一次 跟他通电话 因为已经得走了 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有时候我们零件不见 你去买那种山寨零件 跟你这个原厂件 你刚刚都在想说 你去原厂估 可能要花40万 可是你如果真的是山寨 运气好一点 我就说运气好一点 你找到你那个 你的零件被掳走 你就赎回来 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有山寨零件的话 我们来看看 原厂他做了一个实测 告诉我们 其实山寨的 或者是来路不明的 跟原厂的真的有差 对不对 是 我们说买车这个东西 你在修车的时候 要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你要注意 你的用的这个车子零件 到底是正常的 还是副厂 还是山寨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差别很大 像最近就有一个 有一家车厂 他就做了一个测试 做一个很重要 就是刹车来令片测试 刹车来令片 基本上外观看起来都差不多 可是一个是原厂的 一个是山寨的 这山寨的外观 两个看起来 一样的状况之下 放到机器上去做测试 结果一测试下来 两个在做磨耗的情形之下 在一定的时间之下 原厂的一点事情都没有 它还是发不出正常的效用 可是副厂的 那种山寨的 它已经不仅是冒出了白烟 甚至还崩解掉了 这表示这个山寨品 它品质 在崩解了 对 这品质完全是不良的 烟都出来了 烧起来了 原来东西长什么样子 然后再来 它也拿到了实际的赛道去测试 就一测试结果 发现更糟糕的地方就是 你在机器测试台上测试 那也就罢了 你只要真的装在汽车上 然后在赛道上测试 结果发现 当你要刹车的时候 刹车来令片测试的时候 应该要发挥这把卡钱卡住 然后让你车辆紧急的刹车下来 可是没想到 山寨品却让你 刹停距离增加了18公尺 那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那差太多了吧 那简直就是 你装了山寨品的话 可能就让你行车发生危险 那通常我们就常说 那买山寨品的话 通常应该是比较便宜 但便宜就可能会因小失大 对 所以它是可能会 完全刹不住的 对 刹不住 有可能差到那么远 对 所以一般你在 旁德也常常我们在说 你在这个东西 汽车零件上面有保安布品 保安布品 那真的是不能这个 这个什么说 太轻忽 对 轻忽 另外就是像你在用 这一些引擎什么的 一些你在车子 车子的引擎等等 也要注意 小心不要用到一些山寨品 就像我在前面 来... 因为刚刚大伟哥进来 他就考在场的每个人 我们也来定义一下 什么叫山寨零件 那什么叫做冤场 什么叫副场 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现场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两个火星塞 刚刚我带进来的时候 老实说 我在拿这个 他考了每一个人 对 包括我自己在内 假如不说的话 我也很难看得出来 对 明明火星塞 就是一个几百块的东西 看不出来 可是各位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都给大家看 你现在这里是有一个 是山寨零件 对 就是冒牌的 对 冒牌的 不是什么OEM 什么不是副场的 另外一个是原厂的 问我哪个是原厂 对 你看得出来吗 我看不出来 我觉得这个颜色 深一点跟浅一点 浅一点 事实上 真的还是看不出来 可以公布一下答案吗 这个是原厂的 对 这是原厂 对 印起来我看也很清晰 对 可是清晰还不至于 清晰不是这里清晰 就是可以 正常的 霧面的 这才是来自原厂的 对 你反而觉得这看起来 就是比较没质感 是 就是这是原厂 最重要是这边钢膜的字样 就是它这有打上钢字 你会发现 原来这个正常的很清晰很清楚 来来来来 我们来看这钢膜字样 它的夹夹夹这么清楚 很清楚 而这种仿冒品就是不清不楚 而且它的这个零件 这些组成件有很多毛边 真的 对 真的要看细节 是 我们都是看这上面的字 颜色 好饱不饱和 然后转过来 当然这边地方是看不出来 但是一个正常 一个附 一个山寨品 它的差别就是 你这个火星山是扮演一个引擎 正常点火 准确点火 对不对 让你引擎正确发挥效用的 你只要用到山寨品 点火不正确 甚至高温的时候 还要溶解掉 那这事就造成你整个引擎的损坏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我们今天看 这个是原厂所谓的 一合金火星山 这个如果说今天不是一合金的话 这一颗 你可能买那种一般的那种 什么铜心或什么镊心的 可能一颗50块而已 但是我们知道一合金 长期逛期的百货就知道 少折数百元 贵着它有上千元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你买一段机油或什么 越是大品牌贵的 仿冒的机会更大 所以为什么一合金会被仿 因为我们看一合金 它最主要用意就是说 你看这个芯很细 它为什么这么细还可以用 因为它用一合金 那越细的话 点火的效果是越好 国中学过嘛 越是尖锐的地方 越能力跳火 但是尖的话 像刚才大伟兄讲的 很容易烧毁 因为你热嘛 所以今天如果说它仿成 它做这么尖 OK 搞不好前500公里是跳火不错的 因为它很尖 反而前面你还觉得 这次是正常的 用得不得了 它不是一合金 或它可能只有0.1%的一合金 所以你可能用了1000公里之后 整个头都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尤其是一合金火金塞 真的买到山寨货 真的是非常惨 对 接下来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爆更大的料 很多说什么原厂件 副厂件 其实你装错可能会有影响 那什么时候我们要用原厂 什么时候副厂 等一下继续来讨论 观众朋友就过来 这三个方案面前 你真的看不出来 我也真的看不出来 它们差异在哪里 不都一样的东西吗 对 我们刚才大伟兄讲到 所谓的正常件 跟仿冒件 山寨件 但其实它有副厂件 为什么讲说 因为山寨的话 我今天手上 前面上面或是这第四片 每一片都可能有山寨版 对不对 因为不管你是正常的 或OEM都可能有山寨版 那我们除了山寨版之外 我们现在来看 大家比较困扰 就是说你常常去修车的时候 尤其车已经不是全新车 老板说对啦 真相就太赞了 但是有这个副厂件 要不要考虑一下 价格大概都原厂 大概六折到五折左右 那你说这种副厂件 跟外面所谓的功能性的刹车皮 是不是就不能用呢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来我们看中间这一片 这一片是正手的 这边你看 BMW 告元性 我们刚才前面有看影片 BMW原厂的 然后一个原厂的料号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个OEM厂 我刚才讲的 原厂它不会自己做刹车皮 都是OEM厂 TEXTAR 我想乃哥都很清楚 这种是欧洲很大的 专门做刹车皮供应商 几乎欧洲车 大概很多都它教的 那你看它上面有个号码 TEXTAR 我特意用这个立刻来放大 T4166FF 等于说这一个交给原厂件的 它的OEM的料号 它有T4166 表示你原厂也是有OEM的料号 对不对 那我今天如果我可以找TEXTAR 我要跟你买那个T4166FF的 你卖给我那不就OK了 一模一样 当然这个事 如果说你去问原厂 都不一样 今天卖到市场上 跟交给我原厂的最大的差别 交原厂 我们还经过我们的专业的测试 就像跟影片一样 但这个部分你信不信 每个有不同的看法 反正最大不一样一定有LOGO 好 但是我觉得 一定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常会出现问题 就是好啊TEXTAR 我今天就拿一片 我就去找这一家 对 这个就是TEXTAR卖出来的 今天TEXTAR卖出来 它可能是这一片 跟你原厂该车型 它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外形完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表示说 你装在你车上的时候 卡的位置完全配合 几乎一样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同一个东西 只是没有那个LOGO 跟原厂的检验 是 那现在如果说假设 我们现在仔细看 比如说你的车是这一片 原厂的 然后TEXTAR的料号是4166FF 好 今天你到外厂 他装给你这个副厂的 有时候如果说这个老板 做事情稍微神经大调一点 就叫一个 副厂的 也是TEXTAR的 我们今天不要讲山寨 它就是真的TEXTAR的 它外形也都一样 但是糟糕 你看这一片料号是什么 TEXTAR料号是T4165FF 那是4166 这4166 那为什么奇怪 明明就长一样 为什么这个原厂料号不同 因为这个部分 我想也不是说老板骗你 有时候真的要仔细对照 原厂他们做车量产 什么车款都有 常常呢 它同样的外形的这个卡钳 它可能它里面这个 刹车皮的配方略有落差 比如说你这个 我举例 比如说你B&N那边来讲 你三系列 从316到M3 都叫三系列 那你今天316 因为我马力很小嘛 你今天可能是 低温的时候 煞车力道好就好 不太可能有用到高温的情况 那可能用到328 330 340 这个车性能比较好 可能呢 一样的煞车 它一样力道够 但是呢 配方要做不同的 那你今天 比如说你是328的 但是呢 你轿道呢 一样可以装 它里面的配方 是给316用的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比较低接一点的 4165跟4166 对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呢 回到最后还是说 如果啦 你很担心的话 当然原厂的最好 不会错嘛 原厂就贵嘛 那如果说 你只要跟熟识的店家 他know how也很好 做妥善的沟通的话 你只要找到 你4166 我就找到的确是Texas 4166的话 一模一样的型号 以我的经验来看 我不然说一定是这样 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差别 没什么大差别 除非就是有原厂测试而已 就是他在这里 就问那个 对啊 其实我觉得原厂 有他必定的 那个省事的工程 我曾经遇过一个 我到原厂去买一个零件 跟外面买 我外面买的 不是 你 跟他有什么 我 twist 我来说 我把你隔了 我来说 你 你 我去 感谢观看